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高智商鲨鱼虐杀人类的电影《深海狂鲨》 夜空下的海面上,两对情侣正在船上你浓我浓 此时一头鲨鱼撞破了船舱,朝着其中一对情侣游来 间距一发之际,男主卡特登场,连射两枪成功制服了鲨鱼 鲨鱼商人事件后,海底研究中心的金主黑叔怕骨架大跌 想终止这项利用鲨鱼的脑蛋白治疗老年痴呆的研究 实验一把手女博士慷慨陈词,表示她的实验马上就成功了 希望能再给她两天时间,最终黑叔同意了 并和女博士一起来到海上研究中心,准备进行鲨鱼实验 当晚,海面上的天气逐渐变得恶劣 在飓风到来前,大家检查着各项设备,准备马上开始实验 卡特进入水下,准备麻醉一条鲨鱼用作实验 但没想到,鲨鱼竟然把水下的监视器全弄坏了 卡特费力将其中一条鲨鱼麻醉并送上了水面 女博士抽取了鲨鱼脑部的蛋白质 并且用蛋白质成功激活了老年痴呆患者的脑细胞 实验非常成功,大家都十分高兴 鲨鱼却突然苏醒,咬掉了在鲨鱼附近抽烟的科研人员的胳膊 卡特迅速拿起枪想要射杀鲨鱼 但女博士心疼自己的研究成果,眼急手快将鲨鱼放回海里 救援直升机迎着狂风暴雨前来 就在伤者的担架接近直升机之际 其吊程出现故障,担架急速坠落海中 水中的鲨鱼不仅咬住了担架 甚至拽着飞机撞向了研究中心 水面层实验室发生了爆炸,被摧毁了 这时,在水下的研究室外,鲨鱼竟然咬着担架撞破了观察墙玻璃 海水瞬间灌入室内,大家惊慌而逃 电梯封闭,楼梯被堵 大家一片焦虑,而厨师发掘异样,打算上楼查看情况 不料,海水突然从楼梯冲下,鲨鱼也随之而来 厨师为了躲避鲨鱼,拿了一把斧子,躲进了烤箱 鲨鱼在冲撞烤箱门时,还开启了烤箱的开关 面临被烤熟的厨师,用斧子砸开烤箱顶部,逃了出来 还点燃火机扔向烤箱,烤箱爆炸,一条鲨鱼也被炸死了 另一边,卡特打算去实验室底层使用潜水艇逃出升天 却在过程中遇见了撞门而来的鲨鱼 惊险逃亡到底层后,黑叔质问女博士,鲨鱼为何聪明地会撞门 此时女博士才坦白,他们违反了基因工程协定 将鲨鱼前脑增大五倍,以提取更多蛋白质 而且他们发现底层的潜水艇已被鲨鱼破坏 女博士怕实验室被毁,阻止了其他人想用电梯逃生的计划 因为维修井的大门被打开后,海水将摧毁整个研究中心 一旁的黑叔在劝解争吵中的两人时,鲨鱼窜出水面,把他吞进嘴里 惊慌之下,大家进入维修井狼狈地向上爬 但又因为梯子顶部的固定螺丝脱落,其中一人落入水中,被鲨鱼叼走 在大家几乎绝望之际,厨师出现一层门口,把大家救了出去 暂时安全的他们准备用抽水机抽干楼梯的水 但就在抽水机打开的瞬间,鲨鱼出现,将其中一人咬死 女博士则冒险去自己房间取研究资料 却被鲨鱼堵在房里 情急之下,他脱掉潜水符,垫在脚底 扯下一根电线,使劲扔进鲨鱼嘴里 第二条鲨鱼就这样被垫死了 但研究资料也毁于一旦 最终,卡特决定用鲜艳物体做掩护 他们则迅速游到水面 就在他们刚到水面喘气时,鲨鱼咬住了厨师 但他并没有死,而是抓起胸前的十字架 使劲插入鲨鱼的眼睛 他也成了唯一在鲨鱼嘴里逃生的人 而他们也终于明白鲨鱼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为了要逃回大海,不受实验室拘束 但卡特并不想放走他 拿起枪想要射杀他 终于放下执念的女博士割开手掌,跳进水里 引诱鲨鱼靠近 卡特跳入水中营救魏国 女博士被鲨鱼吃掉了 最终,厨师捡起枪把第三条鲨鱼炸成渣 而卡特奇迹生还 影片最后,不是男主和女主相拥在一起 甚至女主也没得到主角光环的庇佑 编剧暗藏小心思 不要因为个人利益随意改变和破坏世界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